歌手224正式官宣了第五期的歌单内容 也让前几日各种不靠谱的恶搞歌单的话题就此致志 但并没有公布所对应的歌曲 尽管如此 各位网友还是根据歌手们各自的音乐风格将歌单进行配对 毕竟都非常的明显 首先灿烂的你有那音演唱 起初很多人都觉得那应该唱《悬崖》 主要是曾经就在芒果台的节目中就唱过 再次演唱反而没有任何的突破 在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被太多人认可的 而这首歌曲也同样很适合那音 说不定会有大的突破 坦白讲如果那音依然还是保持之前的状态去演唱 真的很难取得游异成绩 核心逻辑在于那音在低音部分过于不稳定了 灿烂的你大概率会选择升4K而非6K 因为6K目前的那音水拿不下来的 那么升4K就存在一个问题 主歌部分的低音下探如何解决开口不稳定 那音或许也应该如同汪松龙一样 在录音棚里练习曲子的时候 就要身为老师明确告诉自己 这一段的挺感不合适 直接进行修改 至少呈现出来的现场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现场 不就有功但求无过 Hello由凡西亚演唱 其实对于凡西亚来说 她的选曲风格太过于单一了 基本上每一期都一样 如果长时间保持这种一位类型 后续很容易让观众神美疲劳 不像国内歌手那样 一直在挑战不同的音乐风格 红艳则是涵盖乐队演唱 这也无可厚非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乐队 走的就是那种草原风格的路线 如果唱其他类型歌曲 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但多次演唱同类型的歌曲 观众或许很难会买账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是湘提莫演唱 毕竟是英文歌非常好猜测 但跟凡西亚的问题一样 选曲的类型太无聊了 虽然都有很强的唱功技巧 可以凭借舞台经验增加一些即兴演唱 但很难长远 你在不在 演唱者是王苏龙 从第三期开始 他就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经过了前两期的各种尝试外 也有了自信 而且第四期的排名 如果只看国内歌手 就仅次于孙楠 再加上有创作歌手的身份 进行一些全新的改编 也能更加符合自己的演唱 首托手黄轩演唱 其实这次的选曲不错 但由于排名比较危险 如果黄轩像第三期那样 安静静地唱歌 应该还是能保证自己的排名提升 毕竟唱功摆在那里 如果用力过猛的话 反而会适得其反 悬崖由孙楠演唱 其实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安全牌 孙楠上一期凭借神机舞台 直接洗牌后 也是备受关注的国内歌手 而且自身的唱功本身就没有问题 只要选举不出现失误 应该能继续保持 以上就是第五期歌单的内容 大家最喜欢谁呢 这是明天我们的出用 以后又 parts描图 船音色 詩表奏